《春风轻浮,万物复苏》 只见少女轻轻地抿过胭脂 朱红色的笑颜让少年忘得出身 然而好像有人不喜欢这样 严厉地管家鄙夷地夺过了地摊货 将它扔了回去 少女无力阻止 轿子就已被抬起 恍惚间发誓却往轿窗外吊了出去 端详着那个精致的发誓 少年的脑海中满是少女的笑颜 少年辗转难眠 心中满是惆怅 忽然 少年被灵感眷顾 决定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 将那个发誓还给少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但有时意外的到来也并非坏事 就在少年感到有些气馁的时候 有些巧合的 他发现了少女的釜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年终于完成了的心愿 他决定在七夕的夜晚将这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少女 走在路上 看着有情人成双成对 少年又是紧张 又是兴奋 怀着忐忑的心情 少年来到了那座府邸的大门前 他鼓起勇气 扣向了大门 凶狠的门位 根本就不想知道少年有何用意 粗暴地将他赶了出去 少年有些心灰意冷 然而 苍天怎么会辜负这赤城的心意呢 这一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